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场景当中按住鼠标左键 拖曳即可决定C型挤出的底面 拖曳的时候呢 如果加上键盘上的Ctrl键就能够形成一个方形的底面 决定底面之后呢 松开鼠标 往上或往下呢 就可以决定C型挤出的高度 高度决定之后呢 点击鼠标左键 再拖曳鼠标 决定的是C型挤出的一个厚度 厚度也决定完成之后 点击鼠标左键 结束了C型挤出的一个创建动作 我们看到C型挤出的参数卷展栏 比L型挤出呢 多了一个背面的数值 包括背面的长度 宽度 我们现在呢 控制一下 这个就是背面的长度控制 侧面的长度控制 前面的长度控制 以及背面的宽度控制 侧面的宽度控制 前面的宽度控制 包含高度这些参数的控制 都非常的直观 另外在边面模式显示的状况下呢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 背面分段数的增加 侧面分段数 前面分段数 以及宽度的分段数 高度的分段数 这些数值呢 跟它的名字也都非常的符合 C型挤出的创建方法 跟L型挤出一样 可以从一个脚点处罚 按住鼠标左键拖曳呢 会更改到中心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使它从中心开始处罚 按住鼠标拖曳呢 决定的就是中心点的一个位置 在C型挤出的键盘输入卷展栏里面 除了XYZ 三个轴向的数值之外 我们还要控制背面长度 侧面长度 前面长度 以及背面宽度 侧面宽度 以及前面宽度 最后高度数值的设定完成之后 点击创建才能得到